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买犬捕鼠 齐国有个财主,家里老鼠成群,闹得全家人日夜不宁 于是,财主花费不少钱,买回一条凶猛的狼犬群夜 过了一段时间,财主家的老鼠非但没有减少,反而比以前闹得更凶了 财主傲丧地向邻居打听 我这只狼犬又大又凶,老鼠为什么一点也不害怕呢 邻居告诉他,这肯定是条好狗,但是他不会逮老鼠 你要换只猫才行 财主又花钱买回两只猫 没多久,家里的老鼠果然少多了 再过一阵子,一只老鼠也没有了